17. 東方日報 武捲扶手梯死前推走兒 2015年7月27日兩岸A22 本部綜合報導 湖北京州市作發生致命慘劇 三十歲母親被捲入商場扶手電梯 他最後一刻推走兒子 母親身亡 死者丈夫普格速L在場等消息 互聯網圖片 梯板突下陷時發作早十時左右 閉路電視畫面可見 女死者向劉娟普格速L 乘搭扶手電梯到上層 但一搭上最頂的梯板時 梯板突然下陷 兩母子一同吊下 母及時擺兒子舉起推出 旁邊女子即拉走男童 並上前拉向一把 但他橫是被搞進扶手電梯中 事安監 公安 消防等部門趕到救援 商場及電梯維修公司也在場配合 最終三個多小時候才找到向府 適以無生命 像 家屬表示 當時鄉與丈夫一起帶不滿三歲的兒子到商場購物 因兒子外搭扶手電梯 向便帶柴L 從六樓坐到七樓 準備在下來會合等待他們的丈夫 據遼飛來橫禍 就像是在家居一樣 從六樓 從六樓 進入 我先到達後 從六樓 進入 公園的一樓 進入